其實突然到了很容易有這樣的作品在那裡 所以我就已經不去管它們誰是誰 我覺得你說你是一個很文學性的作品 但是這個是我看這個作品的感覺 但是反過後來我就會給你一個建議就是說 可能有時候我們也不急著去界定你的電影是哪一種電影 可是我猜測你應該是一個期待被了解的人 那你的影片就要創造這個入口 舉例來說我其實看到一半看到金桶之前的時候 我自己就會想像說如果這是兩個小男孩在演出這一整段戲 這些台詞還會這麼怪嗎 那會不會兩個小男孩一路演到金桶 然後你有一個很特別的鏡頭像你看頭就長大了 那你後面再發生的東西你就好像又可以再繼續一下 你就會說這個是一個我說我自己剛剛提示 好嗎